LTT 最新系列的四把琴 LTT 是日本知名電吉他大廠 ESP 旗下的電吉他品牌 所以自然他也承襲了 ESP 優良的電吉他品牌 智勤技術 尤其身受了非常多重金屬的電函手喜愛 首先我們來看的是這兩把非常酷的叫做 1987 Redissue 這兩款琴 這兩款其實意思就是說 當時 ESP 推出 1987 年系列的時候 他們就有出了這兩款 像我左手邊這款是 Eclipse 的 87 右手邊這款是 Mirage 的 87 Deluxe 所以他就照了當年 1987 年的行路所做的復刻 可以非常明顯感受到 他有一個 80 的靈魂在裡面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好 那首先在我手上這把就是 Mirage 87 Deluxe 那就是一個非常非常 80 的一個外型設計的電吉他 那這把琴是使用非常經典的 Outer Body 然後再加上蜂木的琴頸 再加上黑檀木的紙板 在實驗器的部分 前段是使用 Simo Duncan 的 Hot Rail 然後在後段是使用 Simo Duncan 的 Distortion 那這兩款實驗器就是比較高輸出的實驗器 所以很適合來談 Metal 的曲風 那在切換的部分是三段 然後音量鈕跟 Tone 鈕 那在 Tone 鈕這邊呢 我們還做一個 Push-Pole 可以把它拔起來 可以幫助音器來做切單 所以可以做一些不同的音色變化 我們都可以接着一個吉他 然後再加上更小的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跟我們一起合作拔和送的音色 音樂音樂 大家可以弄的部分呢 你就聽到說 它的壓下去的雙線圈的聲音就是 比較飽滿 然後在上面把它拔起來的時候 切單的時候聲音就比較清澈一點點 接下來我們來加點破音 我們來聽聽看 音樂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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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音樂音樂 音樂 那這把琴呢 很明顯就可以感覺到 後段的聲音呢 就是非常高的輸出 然後前段那個小雙呢 也有那種 一直單線圈 但是沒有那麼 conclusion 的聲音 所以的聲音呢會非常的清澈的感覺 我很喜欢这种甜甜的声音 我觉得因为在切单子之后 我们的琴声会变得比较清脆一点 所以这个清脆的声音 进到我们的破音的时候 听起来也会有一种不一样的颗粒感 我听听他的声音哦 接下来这把鞋是LTD的Eclipse 87 大家想说Eclipse应该是另外一个Eclipse的造型 当年的Eclipse其实就是像这样的一个造型设计 这个Eclipse的特色就是说 在背后的时候它是使用一个set neck 也就是直接粘合式的琴点 然后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曲线 所以握起来真的是超级超级舒服的 那这把琴呢也是使用Floy Rose的设计 然后一样在我们Tone这边可以做一个push pole 那使用器部分呢 它使用的是Cmore Duncan的59 跟Cmore Duncan的JB 那这两款也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Rock跟Metal的使用器 那像这把琴呢 很明显又可以感受它的粗粗又更饱满的感觉 那我来听听很切淡的声音 音乐 音乐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所以在切蛋的时候就做一些很喷汁那种高频的声音 那刚刚这两把呢就是ESP的LTD的1987 Reissue这个系列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两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把是来自于LTD的EC1000 也就是Eclipse的这个系列的新款 那这把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金色 它说是宇宙的finish这样子 我觉得看起来超帅的 就是每一个角度都会有不一样的颜色 那接下来呢这把琴搭载的是Fishman的Fluence这款实音器 让它声音有一个非常非常有punch的感觉 那这把琴在琴景跟琴声的部分呢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曲面的一个联合设计 然后在这边有做一些切角的设计 所以让你弹起来非常的舒服 那这个呢就是Fishman的Fluence Pickup的一个特色 就是它这个切换呢不是单准的切单或切双 而是会有一个Voice One Voice Two的设计 那这个呢在搭配破音的时候 就会蛮适合做一些音声上的颗粒感的变化 比如说呢这三个档位我觉得 压下去的出力会大一点点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比如说这可能是原本的声音 然后压下去 你会发现呢它的低频会稍微变少 然后中高频的输出会再大一点点 那这样的反应呢就好像加了一个Boost 可以让你的破音听起来更紧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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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就是这个切脚可以让你弹到很高的声音 我觉得这把琴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试试看 好那接下来这把也是他们非常受欢迎的型号也就是Snapper的SN-1000 那这把琴有一个非常酷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立体的木纹 那这把琴在17格到24格这边有做一个挖槽的设计 那这种挖槽的格子就可以让你在这种比较细小的格子上来做一个更轻松的弹作 那这把琴一样是使用单单双然后大摇座的设计 五段式的使用器切换一个音量钮跟一个痛钮 再这痛钮一样可以做一个PUSH PUSH 那这个就很方便因为一般PUSH PUSH你可能要就是两根手头把它夹起来 但这个PUSH PUSH的就是你可以拿着PICK 然后就用中指这样扒它一下然后就可以做切换这样子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觉得这把琴的特色就是它的不锈钢的Fret 这个声音就是会蛮亮的感觉 再加上这种大药座的声音 它听起来会有非常铁味的声音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以上就是LT的四款新型的介绍 这支把琴都有非常鲜明的特色 除了现代的Eclipse EC-1000 还有Snapper-1000之外 还有非常经典的两款1987年的Redissue系列 尤其是这把琴的粉红色真的是直接烧到我了 这几把琴在试音器的切换上面都有做一些小巧思 所以它的音色变化有非常多不同的感觉 尤其是那把Eclipse 然后搭配Fishman的试音器配置 这算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像这样子的感觉 其实还蛮好的 因为就是我弹期间谈了大概15年左右 但是还是会一直弹到新的东西 所以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试试看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告一告诺了 你最喜欢今天的哪一把琴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如果大家对于LTE的情况有新趣的话 也欢迎点看下方资讯来看更多资讯 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或者视频粉专 给大家收看 我是Ryan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